为什么饭店里的红烧黄花鱼能够卖到一千多一条呢?今天就给大家解密 大家好,我是冯马迁,今天分享家庭版红烧黄花鱼 首先黄花鱼去鳞,这个步骤可以交给月薪的摊主处理 今天我们这个摊主不够月薪,所以就自己来了 刮完鱼鳞以后把它冲洗干净 顺便给大家分享一种特别的鲨鱼方法 先从这个黄花鱼的肛门往上一公分 拉上一刀,不要太深 然后用剪刀,把鱼鳝上下粘连的地方 各剪一刀,然后准备一双筷子 利用筷子把它张开,往鱼鳝两边 顺着鱼肚捅进去,紧握筷子 用力旋转,多转几圈 最后我们就很轻易的把它的内状带出来 然后冲着水,用手指从两端抠进去 再清洗一遍 接着从鱼背又比较厚的地方 斜刀45度 打上花刀,大概一厘米的深度 这个目的就是让它在烹煮的过程中更加容易入味 两边都是一样 下刀的角度要顺着鱼骨的方向 这样下刀,在吃鱼的时候 它的鱼骨就会整条整条的 不会让鱼骨啃颶,卡喉咙 打完花刀,先用粗盐给它腌一下 没有粗盐,用细盐也可以 腌过的目的就是让它在烹煮的过程中 越煮越结实 要不然鱼肉会松散烂掉 腌好,待用 接着第二步准备葱姜蒜 还有肥猪肉 香菜和小葱是撒在表面的 香菜切成小段,待用 小葱切成葱丝,待用 再来准备一小把辣椒干,待用 红葱头大概50克 一开二,待用 蒜拌大概50克 一开二,待用 生姜50克分成两边 切成三角形,待用 肥猪肉大概50克 切成手指头大小的正方形,待用 好了,我们夹烧黄发鱼的所有材料 都在这里 OK,我们开始 先把腌过的黄发鱼冲洗一遍 再把他表面的水分用吸油脊,吸取干净 吸水的目的就是在煎的过程中 不会粘锅 接着下一步 猛锅阴柔 这个步骤很重要 锅要够猛,烧至冒白烟 这个就叫梅拉德反应 所以这个鱼皮就不会粘锅 这个煎鱼的过程,看完都学废了 我们把它一边煎一边甩 把它煎至金黄色取胶 接着把它反过来 继续把它煎至金黄色,带焦的感觉 这个煎鱼不粘锅的方法,适用于所有的鱼类 如果不懂,可以再看一遍 红烧黄发鱼的上纸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集再给大家分享 详细的烹饪和调味的过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